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奥玛佳音写了很多的诗 那这个诗的意境里面呢 充满了对众生的一个悲悯 还有他修行的各种的因缘跟感受 所以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如果您喜欢诗 那也喜欢这样子修行的诗的意境的时候 您可以有机会去读读看 是古婆诗诗人 阿玛佳音 鲁拜吉 那我记得呢 他有一首诗呢 他说呢 一旦树时一壶浆 一卷诗书树下凉 阿农未清各汉海 茫茫汉海及天堂 那我们从他这个诗中呢 可以感受到说 一个修行人 他虽然很简单 很清零的 在大自然中过生活 那过很安平乐道的生活 可是他内心的伐喜禅乐 是就像在天堂一样的 那孔子呢 也赞叹他的弟子 袁渊 我们说袁渊呢 一旦是一条影 居肉像 取公而正知 回也不改其乐 所以自古以来 不管修佛修道 那即使是儒家的思想里面 他都要告诉我们 要懂得安平乐道 那安平守道 那我们今天 借有这样的一首诗 我们也来做一个 花艺的创作 那各位爱花的Pushar 可以看到我这个花器呢 它是一个桃烧的 然后在这个桃的上面呢 很多的各种的 高高低低起伏的一种变化 所以形成一种很自然的 就像大自然中的三十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花器呢 它很古朴 很纯真 很自然 所以也受到很多插花人的喜欢 然后我们在中间的放了一个剑山 那我们用它来插花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花财 各位爱花的Pushar 可以看到呢 今天我用的这个是月桃 那月桃呢 也是在山林中 很优美的一种花财 好 那这个月桃呢 它是很自然的一种花财 那我们在描述一个自然的山景中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用比较自然的一个花财 比如说呢 今天我用这样的一个月桃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实 春天的时候我们看月桃 刚刚含苞 然后尖尖的这样子花包 花絮整个垂下来 那慢慢的壳 月桃的那个花包的壳 脱掉了以后呢 就会开出红白相间的月桃花 然后呢 从含苞的月桃 一直到绽放的月桃 然后看到的 它黄色的金黄色的花蕾 那个过程 那我常常开车在山路上 看到这些月桃呢 就觉得它像允机在山中的一些 仙鹤一样 像鹤一样 因为它白色的 然后又滴滴的下垂的感觉 就好像在自然中 栖息的一些野鸟山鹤 或者是一些仙鹤的感觉 但是月桃呢 它的变化真的是 很多彩多姿的 而且很多元的 到了秋天呢 夏天呢 它就结成这样的果实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月桃呢 它果实并不多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呢 修行成果的不容易 开花好像似乎很容易开了 当然开花也不容易 那更要结果更是不容易 那其实这些花财也随时在提醒我们 这种长远心的难辞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只是要有勇猛心 还要有长远心 好那我们把这个月桃这样子轻轻的插上去之后呢 我们不一定要看到一定是秋天橘色的月桃 我们可以在夏天看到这样绿绿的月桃 然后还没有完全整个脱胎换骨的月桃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境 那我在这个月桃的下段呢 我选用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藤 来做它下段的一个布置 那这个藤本来它是整支是直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藤会有各种的运用 那譬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花呢 它有斜景的感觉 又有星象的感觉 那我们把藤呢 把它折起来 绕成各种的形式呢 我们又可以做一些 有点星象化的一个运用跟变化 譬如说呢 我现在把这个藤 让它呢 绕在这个月桃的四周 那去表现呢 这个大自然中的 各种的 不同的因缘的变化 或者呢 我们来描述我们的人生中呢 我们用星象的手法 去表现我们人生中呢 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因缘 或各种的挫折 跟很难形的地方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去突破这个障碍 譬如说呢 我现在微微的 让它稍微往侧侧一点放 不要放到太正中央的地方 好 然后呢 我再加上一点点藤 那我一样是把它绕一下下 那我也可以把这些藤绕 有一点点高上来 可以是滴滴平平的 那也可以 让有一点点高 让它有各种运用的变化 好 再加一支 先做这些的 加上去 好 那我们把藤插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那我们在阿玛加印这个鲁拜级里面呢 可以感受到 它在丛林大自然中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方式 好 那我们知道呢 有些修行人住在山里 那真正是 要经历很多各种的磨难 磨练 才能够 守住这一个 辛苦的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因为山上呢 有洪水 那有各种的天灾 那也有各种的猛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胎石 那一点点的杂草 在描述呢 大自然中的一种山景的一种野趣的感觉 好 那我 当然呢 因为我在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我也希望呢 能够呢 把这个剑山呢 不要让它看到太明显 所以这一些 青苔 野草 我可以用它来修饰 好 那接下来我用的这个是 小叶的杜鹃 那 各位爱华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小叶杜鹃呢 叶子非常的浓密 那真的非 很难得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 其实 这是我在花市买的杜鹃花 我自己住的山上的杜鹃花 平时一年四季都很美 可是夏天呢 它就很干 因为太阳很大 尤其是今年 夏天热得不得了 所以整个 那个叶子都干干的 好 那我用 在这个中下段的地方 加一点点的杜鹃 好 我把这个杜鹃呢 找到一个很适当的角度 把它插上去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月桃呢 它是很直的 然后呢 我用杜鹃的一种 曲度的角度 把它的作品拉开 不会让它感觉上 这个太直了 好 我再加一点点的月桃的线条 来去改变 用杜鹃去改变月桃的线条 我们在插花中呢 我们有一种花 我们叫心向花 也就是借心情 那借花来插一种心情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呢 我们有写到大自然的 云野的一种感觉 但是呢 也有一点点造型的感觉 所以作品本身有写景 又有造型 可是呢 我们在形容 僧人呢 或者修行人 或者是很多的修道者 他们住在深山里面 修行的一种意境呢 它又带有一种心向的插花 的意境在里面 好 所以呢 我在下段呢 再加了一些些的杜鹃 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其实插花呢 我们东方的插花 所以说 在古书里面记载说 所谓的整洁 并不是真正的干净 而是没有拘泥的 那意态天然的插座的方式 就像我们今天插的这个作品 那它虽然是 看起来下段有一点点 杂杂乱乱的 但是它有一种自然的生态的感觉 这也是我们东方的插花里面 比较有特色的 那其实这些年来的呢 东方的思想呢 是非常影响到西方的 今年的年初呢 我因为有一个因缘到美国去推广我们的中华花艺 那当时呢我本来预计呢 交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插花的一个花型 可是没有想到呢 那天的花材买得非常的不好 在美国因为买不到很好的花材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接近母亲节 所以买不到很好的花材 结果刚好那天到了那个要交花的会场 那花园里面的人告诉我说 他们有一些干掉的疼 问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掉 已经放了好几年了 那我忽然灵机一动就教他们说 那我们今天来插一个星象花 那就跟他们说怎么样 借由心情来表现插花 那我也想试一试看这些外国人 他们能不能接受东方的这种星象插花的方式 结果没有想到说 他们的星象花插得好极了 而且他们很会表达 比我们东方人呢 勇敢的敢去表达内心的这个世界说出来 而且很会插得也很好 跟我过去的观念呢 好像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奇妙的 所以我今天就有这样子去表现 一个自然圆圆 齐渠的大自然环境中 好那我要今天选用的竹花呢 我用了一些小小的这样子的小黄菊 小黄菊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小黄菊呢 如果您喜欢的话 有时候我们插花想插一点点而已 可是有时候买花又要买到很多 那有时候你就可以买这样的小盆栽 那像这样小盆栽 你可以剪下来插 分很多次来插花 那这样的盆栽有时候在夏天它很适合 所以我在这个角落的地方加上一点小黄菊 来表现 在山中修行的一些道人 就像刚刚我们用鲁拜吉里面的诗里面形容的 虽然他们侨聚在山里 那生活的条件都是非常的困难的 可是呢他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像这个小黄菊一样 绽放金色的光芒一样 所以我在这个角落的地方插一点点这样的小黄菊 隐隐隐约约约的 让它呢在这个四周呢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小黄菊在四周 好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完成了 好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呢 把它稍微的移到旁边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作品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跟怎么样去诠释它 好那各位爱化的菩萨现在看到我手上 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在桌面上铺了一个这样的绿色的 这个虫麻湿以后 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在大自然的圆域立地上面一样呢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善用现有的这些元素 然后来增加整个作品的这个感觉跟张力 跟要诠释的感觉呢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曼妙的一种感觉 好那我在这个作品也是一样 我们建由一淡素食一壶浆 一卷诗书树下梁 那阿农未清各汉海 茫茫汉海及天堂呢 那我加上也是一样加上一个这样子 比较纯朴色彩的一个茶仓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滴 那其实呢我想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 都有各种的因缘跟环境来磨练我们考验我们 那不管是在红尘中 现在我们很多的道场都在人群最多的地方 那只要我们有一颗出离的心呢 其实还是一样就是红尘就是山林 那在山林中呢如果能够精进修行 那即使在很很复杂的环境中或很困难的环境中呢 我觉得也能够像我们在大自然看到呢 我们说空谷有蓝那蓝花生在山谷里面 那不应无人而不方 那同样的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 那我们怎么样催炼自己的身心 让我们在重重困难的环境中呢 也能够修行圆满 那也期待这样的花呢 也能够带给你一点点的喜悦 那也带给你在修行中 如果有时候有一些些困难的时候 也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考 那希望这样的作品您能喜欢 那我们下期待 那我们下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插作一件小小的作品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个好小好可爱的作品 那我们常常讲说插茶花的时候 那这个花器最好是一截手 一截手就是说呢 从拇指到这个中指中间 这样子的高度我们称为一截手 那其次是一截指 就是从拇指到食指中间 我们称为一截指 那这样叫一截手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 茶花的花器希望它是小小的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双手 这样拿着花器 那欣赏花的感觉 那对花说话 好 那今天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花器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插花呢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先欣赏一下 今天呢 我们有一支这样子叫做 黄金玉兰 就是金黄色的玉兰花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玉兰花呢 它虽然开出这样金黄色的玉兰 可是它的叶子 几乎都是被重重吃了 都是剩下好少好少的叶子 所以有时候呢 我在大自然中走行径 在观赏自然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这些植物真的是非常的可贵 因为呢 我们看它开出这么 这么芬芳的花朵给我们闻 我刚有试着闻了它一下 真的是好香好香 比我们一般的玉兰还要更香 那其实昨天呢 这边呢 它开了一朵更开的 那非常的芬芳 我们昨天把它插在 我们用餐的书桌 用餐的餐桌上 让每个人不只是感受到 食物的那个好吃 也感受到兰花的芬芳 好 那我现在稍微的把它折一下枝 因为这个枝梗呢 它本身呢很直 那我希望呢 它有一点点稍微这样子 平粗的角度出来 所以我先用一支的铁丝 好那我把这个铁丝呢 用在我们用这样子比一下 比如说我希望它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出来 好 我知道我要在这边折 那我就把我的铁丝呢放到这里 也就是我铁丝用一半的长度 然后呢 我把它压住 然后往下折下来 我这样把它绕下来 那刚开始我的手要绕在这个铁丝上面 然后慢慢的把它往下绕 好 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一下下 我把它这样子慢慢的往下绕 那铁丝要拉紧 慢慢的往下绕下来 那同时绕的时候呢 同时呢也把它呢 就是 最好的 最好的能够把这个铁丝绕的比例呢 它是很均匀的 就是那个宽度开度是差不多一样多的 好 慢慢的这样绕下来 所以呢 因为玉兰本身呢它蛮有韧度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一支直的 然后一支这样子绕绕绕绕 慢慢的把它绕下来 好 那当我把它绕好之后呢 我再慢慢的把它折下来 那有时候 我们可以轻轻的靠在桌角上 慢慢的把它折 好 那我们在折角度的时候呢 要慢慢的去折它 不要一次把它折到那个角度 这样子很90度的感觉 就是要有一点点 轻轻的这样弧度的感觉 这样才会比较优美 好 那因为这个花其实小小的 所以呢 长度我就不要拉得太长 好 那我们再把它剪短一点点 同样的 我也是一样 再把它剪十字 这样子十字 然后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其实小小的 一支玉兰花呢 黄金玉兰 我都是这样子很用心的把它剪得很好 好 然后我再把它放到这个瓶口花器里面 好 那我们在擦这样的小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说呢 就是 花财呢 要是 比较富有山野自然的感觉 那今天的这一个玉兰呢 我把这个叶子剪掉好了 让这个玉兰完完全全的显现出来 那把这个尾端的部分也剪掉 它就好像比较像那 刚刚在尾端上面的这个绿兰花的感觉 好 虽然看起来很小朵一朵 好 那我这边还有一朵小朵的 那我也是一样 好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它的叶子 真的是被蟲蟲吃了 破掉的叶子真的是很多 那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去感受到 去看到真的是 生命成就的一个不容易 那因为它的叶子比较长 很长很长的叶子 可是呢 它的那个花朵很小朵 所以我让它的叶子再少一点点 那同样的我再用一枝的铁丝 好 这一枝铁丝稍微粗了一点点 我再换一枝细的 所以说您要随着你的枝梗 就是说它的粗细 比如说很粗的铁丝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 比较粗的枝梗上面 那比较细的铁丝呢 我们就用在比较细的枝梗 像刚刚的那个枝呢 跟这个枝呢 因为它粗细有不同 所以刚刚的那个枝 我用的是22号的铁丝 然后我现在用的就是24号的铁丝 比较细的铁丝 然后我再稍微把它折一下下 然后慢慢的把它绕下来 这样子 慢慢的把它绕下来 好 我刚刚以为半枝就够了 那我还是再加一点点 再把它绕下来 好 然后呢 我再让它有一朵向前的 一朵向前的地方 那一朵向前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 这种花材 取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有时候刚好有很美的花材的话 所以 在古诗里面说呢 有花勘则 只需则 末代无花空则之 其实它这个 诗史告诉我们 要把握姻缘 把握当下 那同样的 刚好有一个 这么美的这个 金色的玉兰花 刚好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 表现 素食 一壶浆 一卷丝书 树下凉 所以 我自己在家里插画的时候 我很喜欢摆上 加上 金书 不晓得这样会不会有点不礼貌 不过我觉得看到那个金书 就会提醒我 要赶快精进用功了 所以 我们加上一个 这样的一个金书 来摆饰 那我今天呢 也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符符罗汉 放在这里 跟这件作品做一个搭配 好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搭配 然后 有一个符符罗汉 然后 有一本金书 然后再加上 一个小茶花 那这个茶花呢 也可以用来供养这个罗汉 所以呢 其实 随时随地都要提醒自己 要懂得赶快 用功精进 那 环境的布置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在这边也 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其实母亲都是最好的一个 教艺术的老师 那妻子也是一个最好 把家里安顿得最好 最舒适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怎么样 藉由 家里的环境的一个装饰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家里 感觉上是很宁静的 那也很有一文气息的 那也很有文化的感觉 那这样来感染我们的家人 那引领我们的家人 都能够在很安静寧静 很清新的身心灵的这个环境中 那大家一起能够用功精进 不管从事哪一方面的艺术文化 那愿此香滑 天满十方供养三宝 物化龙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佛 宽 Lord 你动作练遇 而言aria 怎么 尾声 注第 小 rust tedd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关怀 来自富有的心灵 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热事 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 顾持正号50059824 50059824 赴明淮海教育基金会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上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灾戒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幸福博陀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磁灯法船 欧洲红法型 《高架楼》 《高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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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家里去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皎洁的云朵偏偏翻飞 融雪的山头 残冰还披在阿尔菲斯山脉的茧上 群山早已绿意盎然 怀抱慈悲度众的悲愿 在前往德国巴巴利亚州东南端的方向 比邻奥地利边境城市萨瓦兹堡 以南的德国阿尔菲斯山区 一处当地的墓园就在休息站附近 为旧道玄如燃眉之急 海涛法师手持镜瓶 于墓园中遍洒干露 佛子们也于墓园中尸洒水壁 舞动火翻 建筑火力 广传慈悲 尽管墓园中的十字架显示着不同的信仰与文化 但佛子们依旧并怀善念 为众生燃熏严共 祈愿利益往生众生 普渡六道群灵 朗朗晴空下 贝西特斯加登小镇 在群山之下 仿佛与世无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近在咫尺的樱朝 却曾是纳粹专制政权涂炭森林的基地之一 众人搭乘巴士前往海拔1834米高的 科研之乌《殷潮》沿途透过导游的介绍 众人一面欣赏美丽的风景 也概略了解当地相关的历史背景 沿着山路欢迎沿上 出云的山巅落入的山南线 蚕雪片片 就像巨鹰在雪地上留下飞红踏雪一般的脚印款款 哇 美丽 哇 美丽 哇 美丽 一百多公尺的花岡岩英潮隧道 是通往英潮的主要通道 一百多公尺的花岡岩英潮隧道 其中于二战期间建议的电梯 金碧威黄的装置 相形于当时人民的苦难 更凸显了纳粹的娇奢与偏执 这英潮附近 当时德国金湾很多人出来这个附近 该很多是别墅啊 好 你进来了 后面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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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朝又稱科研之巫,位於瓦茨曼山頂峰,原是薩爾茨堡元首與納粹高官官邸區,希特勒奪權後,其黨羽情勢便積極建作納粹專制政權的密謀之地。 大佛頂手,嫩眼睛眷屍,貪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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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同滋灘不能止,則諸世間暖化食胎,隨力強弱地相吞食,適等則以沙灘為本,又云為沙盜營三為根本。 以示因緣葉或相序,如是三種顛倒相序,皆是絕名明了之性。 因了發相從望見深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千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三雪施華,眾人臨申履博班,謹慎不履,華岩經盡行品記。 若見賢道,當願總生,助政法界,離諸最愛。 三雪施華,眾人臨申履博班,謹慎不履,華岩經盡行品記。 三雪施華,眾人臨申履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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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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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